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弟弟,我们LG SUPER UHD TV 一耐米4K电视的评测会 好,那在整个步道开始之前 首先,我们要邀请到的是LG编子讲庭娱乐采品部 金翔金总监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大家参加LG SUPER UHD 一耐米4K电视上市体验队 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 LG佳妮娱乐采品部经理,陈静豪 那今天呢,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们一耐米4K上市的评测 那我接下来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今年耐米4K电视的重要特色 好,那首先呢,在介绍产品前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在这个市场上呢,我们这样统计 17年、18年这样来看的话 在这个4K的电视 逐渐的成长趋势 还有这个OLED的市场 也是逐渐在成长 那幅度都蛮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推陈初心 这样子一个比较高阶的这个 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电视 来满足这个消费者的市场 那我们一耐米今年的一耐米4K电视呢 最主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这个 这个奈米的面板 一耐米面板 我们有一耐米粒子的这个涂层 直接coating在这个面板上面 那所以呢,相较于目前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像12耐米的 这个像QLED这样子的 他们是使用12耐米的粒子 再加上一个金属的这个涂层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在1耐米的部分 1耐米会比12耐米更细致 更细腻 那耐米的作用呢 它就可以吸收这个光线 里面多余的这个播光 让萤幕的这个色彩纯度可以更提高 那另外呢 它还可以过滤这个多余的光线 不必要的这个光线 让这个色彩的准确度更好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减少这个色彩的淡化 让这个影像可以更稳定 色彩也不会有衰退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就是奈米面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 好,那我们除了在面板以外 今年我们在这个影像的技术上 LG我们也独家推出 这个Alpha 7的智慧亮彩影像的这个晶片 那透过这个晶片呢 可以消除杂讯 让影像更清晰 那也可以提升这个最真实的影像 去分析这个影像的来源 来提升影像的真实跟色彩 那再来可以强化这个立体的这个效果 那让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影片 来做一个更 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一个了解这个Alpha 7的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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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